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职周年 今天在府会园区下绿地公园举办记者会 向市民报告这一年来的施政成果 市府团队一级局处首长到场之外 也请来了百位科长一同与会 象征台中市府上下一条心 也希望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大家都能看得见 我们承诺守护台中 台中市长卢秀燕率领局处首长 在就职周年向市民报告大声宣誓 市长盖下第一个手印 盖上手印 卢秀燕更领百位各机关科长 共同完成这幅台中市花山樱花画板 这一年来我们看见台中一百个不一样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一百个不一样只是开始 系数过去一年政绩 从空屋改善到道路烫平 从老人健保到幼儿托育 全面照护 到现在为止呢 台中市的这个空屋的这个数字 改善了我想至少有两三成 前两天这个环保署还肯定 我们今年的空气品质 是过去八年最好的 不过我们不会因此为满足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卢秀燕就职周年记者会典礼请来百位基层公务员与会 是否上下一心努力平市政 要让大家看见台中一百个不一样 记者言论王一璋台中采访报道